圈内大神女身边的娱乐专家 今年6月份的时候韩网就发出新闻,说金贤重要和老东家Kist续约了 Kist是韩国国内最大的演员公司,今年被SM收购,旗下艺人有陪永俊、金秀贤、祝和拉等人 按照金贤重这几年的发展情况,Kist会继续十元,大概也是念点就行 尽管现在还没摆脱掉各种负面新闻 当公司演示的第一时间就给他安排了新剧时间停止的时候,还是一番主演 一般来说,安排上好的剧本,再加上讨喜的角色,观众也能变成七秒钟金黑转路,路转本 但可惜的是,这次观众直接看都不看了,根本就没给金贤重翻身的机会 这部剧首播全国收视率0.1%,据说是韩国有史以来收视率最低的电视剧 我看了一下,在关内目前这部剧连评分都没有,就万你惨不惨 不仅如此,此新闻一出在韩网,立马引起网友吐槽无数 不难发现,因为这几年的官司,和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 金贤重早就已经在韩国失去了市场 当年的金贤重是怎么样的 帅气高冷的学霸真直书是他 身世多金的花泽泪也是他 两次完美学长人设的演绎 不仅让他在韩国拥有了超高人气 在那个寒流汹涌的年代 金贤重在中国的热度也很能打 2010年,金贤重还登上了广州亚运会的开幕式 和陶哲、荣祖儿等人一起演唱主题曲 201,两年上快乐到本营少价被炒到3500元每张 播出当天的收视率刷新了有史以来 还清楚掩盖节目的最高收视记录 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 金贤重这种顶流在怎么发展,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直到2014年他的极品女朋友出现 将他之前所有的努力抹掉 毁掉了至少到他目前为止的生活 一开始,帝是爆出金贤重家暴女友 女友还到了警 当时金贤重为了保护事业 在两人的交往时间和是否家暴的事情上 进行了一系列蠢皮 最后女方的验伤报告和被打招聘一出 金贤重只能承认 承认家暴并公开道歉 明明是想要告辞对方 但两人后来又奇迹般的和好了 结果一年之后 女方有爆料说 她被金贤重五次流产 金贤重还在她怀孕期间对她进行家暴 这次她又将金贤重告上法评 还同时曝光了66份相关证据 因为有前科 这次网友直接相信了女方 但这一次金贤重也将女方 以误告、控贺、命运回损 附送欺诈等罪名告上法评 虽然这场官司打了很久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金贤重引了官司 也就是说 后来她所背负的孕期家暴女友等刑警 都是被污蔑的 金贤重胜诉了 但是这几年的折腾 金贤重早就已经大势已去了 不过尽管前女友确实很极品 但是早前承认过的家暴 还让女友三次流产 再加上女友怀孕期间 金贤重说出了对方 跟猪一样能怀孕 这种话 光是这些事也足够她被吵到了 但是这还没完 金贤重在结束服兵役之后 紧接着又就驾被警方带走了 据说最久程度已经在等红绿灯 的时候居然在驾驶位置上睡着了 搞的交通都堵了一阵子 所以这又怪谁 还不是自己做成这样的 尽管从结束服兵役开始就一直有付出的计划 但是在韩国被贴上猎记忆人标签的明星想再回到当初真的太难了 前女友的摧毁对金贤重的打击是很大 但是大家更不会忘记他曾经说的母猪言论和酒下行为 韩国现在的造星市场已经趋于饱和 所以大家对偶像演员的要求也就变得更高 优胜猎叹的意义也就更加明显 如果沾染上负面新闻 那基本上等于自寻死路 就比如当年缠上性恬爱的普世后 在这件事没发生之前 他还是一位前途无量 很有希望机身电影圈的一些男性 但是这件事与韩国高层牵扯太多 再加上越查越对女方不利 最后女方撤诉 爱见不了了之 所以最终 普世后姓梅姓天不知道 但是他的美好前程也变得渺茫 基本上 在韩国只要发生了性丑闻 无论有没有政治罪名是否成立 无论最终结果是否是否胜诉 基本上这个离退出娱乐圈的状态也不远了 但是相应的 正是因为对艺人们的要求太高 韩国娱乐圈的自杀率也是最高 当然了 大选也不是说国内圈有多好 因为咱们这儿其实更留心捧杀 圈内大选你身边的娱乐专家 看到了现在给同志兰的精神 而且希望制作人的母亲 而是自杀队专家 也不要害羞 可欠了